你知道世界上卖最多的无人机是谁做的吗? 不是美国军火商,不是航天公司,也不是硅谷科技巨头 而是一家来自中国深圳的公司 更惊人的是,它在创业初期,强调依靠产品营收自我造血 避免过度依赖风险资本最终凭借技术硬实力 一路打爆全球对手,占了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它叫DJI大疆创新 一个让世界仰望天空的品牌 而它的故事,从一个爱搞航模的宿舍吉克开始说起 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男生宿舍里 汪涛正一边啃泡面,一边调试一块电路板 那是一块他自己设计的飞控板 在当时无人机还只是极少数模型爱好者的高烧玩具 能飞起来已经不容易 更别说飞得稳飞得准还能回来 汪涛从小就喜欢航模 大学主修电子工程 在香港科大读研究所时 他发现市面上的飞控系统非常原始不稳定 操作门槛又高 他心想,有没有一种可能 把飞控做得像iPhone那样简单 让任何人都能轻松飞无人机 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不切实际 但他却做了出来 2006年大疆DJI在深圳注册成立 公司名字全名是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简称DJI 是大疆创新大疆Innovations的缩写 在国际市场更多作为品牌名使用 但大疆并不是真正孤军奋战 汪涛当时的导师李泽香教授 是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工程系教授 看到他对飞控技术的执着 主动提供实验设备与场地支持 甚至推荐实习生加入这个小团队 他不是投资人 却是大疆最早的推手之一 刚开始大疆只有三个人在一个小公寓里办公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他们只能靠帮人做飞控系统 卖电路板做技术支持来维持运作 当时大疆所在的深圳 既是机遇之地 也是残酷的硬件黑暗丛林 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廉价且劣质的航模和飞控板 大疆的挑战不只是做出最好的 还要做出能活下去的 汪涛深知要靠技术生存 就必须把成本质量和交期都做到极致 他们充分利用深圳成熟的电子供应链 将设计与制造紧密结合 这为他们未来的垂直整合战略埋下了伏笔 他们的第一笔商业订单来自香港TVB电视台 对方想用无人机拍摄电视剧空镜头 但市场上根本没有稳定的系统可用 大疆团队咬牙赶出一套定制飞控 不仅成功飞起来 还拍出干净画面 那次合作成了他们最早的收入来源 这段卖技术卖零件的经历 也让大疆团队对市场需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光靠技术发烧有的市场太小了 要盈利就要降低门槛 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大 却未被满足的市场 早期的大疆 核心产品是一块叫XP3.1的飞控系统 主打多轴飞行器控制 说白了就是让无人机飞得更稳更准 更智能 而这一块刚好是别人做不出来的地方 很多人以为大疆一开始就在做无人机整机 其实不是的 他们一开始是个幕后高手 专门给别人做核心零件 就像是无人机界的高通或博士 那时候玩航模的玩家 通常要自己买电机 电条 遥控器 飞控板 然后像乐高一样拼装 大疆的飞控系统成了很多发烧友的最爱 也开始被一些专业厂商采购 但汪涛知道这还不够 2009年大疆推出了Wuco M 一个面向商用的飞控系统内建 GPS导航 可以让无人机实现自动悬停 自动返航定点巡航等功能 这在当时简直像黑科技 尤其是自动返航 成为后来所有无人机标配的安全功能 但真正让大疆出圈的还不是这个 而是他们在2013年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不再只做飞控 而是直接做整台无人机 这个决定是大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型 他们推出了一款名叫Phantom精灵的消费级无人机 它内建飞控系统 电磁云台相机 甚至连外壳都做得像白色幽灵一样 可爱又高科技 搭配上手机APP 一插电两部设定就能起飞 简单到什么程度 就连完全没飞过航模的人都能五分钟上手 你可以想象在那之前 飞无人机跟装电脑一样复杂 但大疆直接让它变成了iPhone那种开箱即用的体验 Phantom精灵一代刚推出全球航拍圈直接震撼 尤其在欧美市场 这款无人机一经推出就引发抢购潮 许多美国玩家甚至倒过来找中国代购 这也让大疆意识到 它们的真正市场不在国内而是全球 大家发现这玩意不仅能飞得稳 还能拍出非常平稳的空中画面 完全不像过去那种抖来抖去的画质 因为大疆还同步推出了三轴机械云台 可以把相机稳定在空中拍摄 哪怕无人机左右晃前后翻镜头还是稳如老狗 这台云台的出现 也让大疆后来顺势成为专业的地面影像稳定器 如Roning系列的领导者 为后续的多元化打下技术基础 这让过去要用直升机掉币才能拍的空镜头 现在几千块人民币就能搞定 影视圈纪录片 地产航拍婚礼摄影师 全都开始抢着用 包括NASA在内的多家机构层 使用大疆无人机进行科研与探测 这体现了其产品的专业级认可 Fantum一代销量一炮而红 直接让大疆从技术供应商摇身一变 变成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无人机品牌 而真正爆发的是2015年推出的Fantum 3系列 这代产品直接整合了4K摄影 高清图存视觉定位超长续航 而且价格只要几千块 在大疆推出Fantum的同时 大洋彼岸的硅谷也正在孵化一个明星项目 3D Robotics 3D2 由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创办 并获得了上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这是一场自力更生VS风险资本的对决 3D2寄希望于开源和软件生态 而大疆则坚持垂直整合和硬件体验 在2015年 两家公司几乎同时推出了旗舰产品 但市场的反馈是残酷的 DJI Phantom 3GX急用飞行稳定 而3DR的Solo却被大量用户投诉操作复杂 Bug评出 这场无人机世界大战以大疆的完胜告终 3D2最终在烧光了大量资金后 黯然退出消费市场 战略转向软件和企业服务 大疆不仅在产品上赢了 更通过全球范围内的专利布局 建起了一道强大的技术护城河 这也成为了大疆能够长期保持70%市场份额的关键 这个阶段 大疆开始加快产品线的布局 高端专业的有Inspire系列 入门轻便的由Spark 甚至连工业无人机也开始做 像M系列和农业用的T系列 而背后的秘诀是他们对技术的执着 大疆有个特色 几乎所有核心零件都自己做 从飞扣云台图传镜头APP 甚至电磁接口 全都自己开发 这种垂直整合能力在消费电子界是非常少见的 别的公司还在拼组装零件时 大疆已经在做一体化体验了 而这也成了后来全球无人机霸主的关键 到2017年 大疆的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占率已经超过70% 有人调侃 DJI不是大疆 是Don't Jump Industry 因为其他无人机厂商根本追不上 面对全球的成功 所有人都以为大疆下一步会敲钟上市 成为下一个科技神话 但创始人汪涛对此却对资本市场持谨慎态度 重点关注产品和长期战略 在他看来 资本市场关注的是短期利润和股价表现 这会儿迫使公司将精力放在讲故事和快速变现上 而非打磨极致的产品 这种对资本的谨慎态度 确保了公司决策的绝对独立性 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巨额资金进行长期高风险的技术研发 这使得大疆在面临地缘政治挑战时 拥有了更高的战略韧性 但你也知道 爬得越高风越大 在国际局势变得紧张的这些年 大疆突然从科技明星变成了政治敏感词 2019年一场风暴来了 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开点名大疆 质疑其无人机可能将拍摄到的数据 上传回中国的服务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随后美国军方全面禁止使用DJI产品 甚至在2020年 美国商务部直接把DJI列入实体清单 你以为这对DJI是毁灭性打击 事实上这场危机是对大疆垂直整合战略的终极压力测试 实体清单的打击是及时且致命的 因为它切断了所有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在危机爆发的第一时间 大疆团队几乎是争分夺秒地展开了去美国化的行动 一、芯片替代 迅速替换产品中的美国芯片 转向亚洲或其他地区的供应商 或使用更多字眼组件 二、供应链重塑 动用其多年积累的供应链管理经验 保证关键零件的供应不中断 三、软件重构 在产品中不再使用Google地图等服务 转向自由或兼容方案 正是因为他们对非控 图传等核心技术 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设计能力 才能在被断工后迅速完成替代 并继续推出新品 这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这家中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众生远超想象 他们不但活了下来 还继续推出了一堆让全世界惊艳的新品 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依然热卖 甚至在美国亚马逊的无人机类目里 大疆依然是霸榜的存在 消费市场逐渐饱和 大疆开始做一件事 往重的方向走 农业机、工业机、安防机、测绘机 他们不是给YouTuber拍Vlog的 是给农民喷农药 给工程队测绘地形 给消防员救火的 比如农业无人机 现在只要操作大疆的农业机 几分钟就能自动喷一整块甜 这种场景在东南亚和中国特别吃香 DJI正在悄悄完成一次转型 从一个酷玩具制造商 变成一个基础设施服务商 他们提出一个新口号 用科技拓展视野 当然逆风飞行不代表没碰撞 第一国际审查越来越严格 为此大疆也推出了本地数据模式 甚至专门设计了正气版 Government Edition无人机 从技术上切断了联网和数据回传的可能 以满足高安全需求客户的严格监管要求 许多第三方网络安全专家也曾对大疆产品的本地数据模式进行了验证 但很多国家还是担心 你是不是潜在威胁 在美国欧洲和印度大疆仍面临采购限制 第二创新开始变得保守且有争议 尽管在技术上无可匹敌 但据外界报道和部分用户反馈 大疆在企业文化和用户体验方面也承受着巨大的批评 一、狼性文化与高压 媒体厂报道大疆内部存在高强度高淘汰率的狼性研发文化 带来了人才流失和管理的争议 二、售后与生态封闭 许多用户抱怨大疆的售后服务流程繁琐 维修成本高昂 而其垂直整合策略也带来了封闭生态 其快速淘汰老机型的策略 让用户感觉如同被苹果模式锁死 三、技术傲慢 大疆在某些新产品发布时 封闭接口和固件锁定让第三方开发者难以接入 被批评为技术上的傲慢 全球无人机市场大疆是孤独的王者 但这也导致创新容易停滞 缺乏颠覆自身的动力 大疆正在继续开发更专业的无人机 往行业领域扎根 同时他们也开始拓展地面影像系统 比如Osmo Ronin等 Ronin系列现在已经进入好莱坞剧组 更重要的是 大疆正在悄悄构建无人系统的全产业链 这些技术未来还可能用在无人车无人船AI机器人 你以为它只是个无人机品牌 错 它是一个正在悄悄构建未来机器人平台的科技巨头 大疆证明了一件事 技术力真的可以改变游戏规则 它让航拍从奢侈品变成日常 让普通人也能排出国家地理 让科技回归到好用可靠值得信赖 未来它还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但无论成败 它已经让全世界抬头看天的时候 记住了一个字 DJI 这就是DJI的故事